车子维修过后 由于性能达不到原厂水平 再加上维修过程中的失误 会让人感觉车子越修越容易坏 就好比说修过翻新过的这些手机 质量也没有原厂好一样 那么汽车维修就有点像 去医院看病一样的 那要医生先来诊断 然后该配药配药该打针打针 那么其中有一些诊断故障的方法 可能会造成其他设备的损坏 山东大学有论文 汽车关键部件故障的相关性分析里面 就记录了一种电子系统的诊断方法 叫做短路实验法 这个方法是主动把泥式损坏的电路 或者是设备短路掉 你在观察这个电路或者设备有没有变化 用来确定这个故障部位的 是这么个方法 不过用这种方法 有可能会因为短路时候电流过大 而损坏了其他的电子设备 那这个相对来说就有点尴尬了 你叫了一个外卖 外卖送上来了 你想好好吃 结果外卖它洒了水 把自己脚烫了 我的脚 我还要去买个烫商高涂一下 就有点这种感觉 那么顺利诊断出故障之后 还要对这个故障进行维修 那不少部件都是需要拆卸之后才能修的 那么拆的过程中 有可能把其他地方给拆坏了 你比如说拆那个中控台 有可能你这个塑料卡扣 诶诶诶诶 咔 断掉了 有可能的 这装回去的时候 不严实 松动 开起来产生异响 是有可能的 又或者说是清洗捷机门的时候 这拆装不仔细 导致进气管没插到位 或者是废气管松动 也有可能导致发动机抖动 加速无力 亮故障灯 你就好比说做手术 本来就是为了救人 但是手术本身它是有风险的 一个操作不少 哎呀 止血飙出来了 你看我们这种电视剧里 不是经常有的 这个手术医生满脸血一喷 搞了不好 有可能会病情更严重的 所以手术的确有风险 进去之前不是都要签字的 对不对 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 发布过一个 广州市汽车售后服务 和维修消费者满意度调查 在数据上面讲呢 有超过4成的受访车主 表示自己的车子 有过二次返修的情况 其中这些维修过程 商家造成的损坏 就排在前五大原因 就是修出新问题来了 诊断 拆装 都是有可能造成车辆损坏了 所以说越修越坏 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那么就算是正常的 修好了这个车子 性能表现也有可能 它就不如原厂了 甚至是老是发生故障 我就拿一个拧螺丝来举例子好了 那车上很多部件不是都是 螺丝拧上去的 它其实是有扭力要求的 你比如说轮胎 轮轴这些地方 拧这些的时候 要用到一个叫做扭力扳手的东西 就是这个两圈半 这个一圈半 这方便你理解 其实它上面有刻度和扭力的 但是这个扭力扳手 它也是存在误差的 你最高精度的一级扭力扳手来说 它至少也存在1%的误差 是没有办法达到原厂的装配水平的 而且有些修理店 它还没有这么高精度的扭力扳手 拧的什么太松了 它就有可能掉下来 拧的太紧了 它有可能就折了或者是断了 所以说这维修过的螺丝 发生故障的概率 就是比原来的更大 而且我刚才讲的那扳手还是新的 人家维修厂多久换一把扳手 用过一年最起码 对不对 那刚才讲的是小东西了 那如果说是发动机 车身 这些部件要大修的话 那就更难达到原有的这个性能水平了 清华大学出版社 《汽车运用工程基础》 这本书上面有讲到 这个维修企业的维修设备和安装技术水平 等等这种原因 车子经过大修之后 可靠性是会有所下降的 这就和这种运动员有点像 你如果说遇到了这种伤病 受伤了或者怎么样 你养伤养好之后 运动能力也有可能 会达不到原来的这种水平 甚至是旧伤复发 那么除此之外 如果在外面的修理电修 配件的质量 它也有可能会对车子的故障率造成影响 这个主要是因为原厂配件 基本上都是厂家直接调配的 你配件的流通管理它也很严 原厂配件们 一般就只有4S店体系内有销售 很少很少一部分 会有什么零配件仓储 4S店环节 所谓的这种非正常的流出 外面的维修电能搞到 但是大多数外面的修理厂 基本上都是没的 那怎么办 用副厂件来替代 那副厂件这个东西 我们不能一杆子打死 不是所有的副厂件 性能都不如原厂件 有些和原厂件一模一样的 都挺好的 但关键就是你反过来想 它不是每一个都靠谱 副厂件它是良有不齐的 刹车片举个例子 国家标准 汽车用自动器称盘上面 有个要求的 它刹车片的那种厚度 磨损率它有规定的 那原厂配件 肯定是符合标准的 不然都不能拿出来 那副厂不一定 国家之间总局 曾经对市面上的刹车片 进行了一个抽查 结果显示不合格率 超过13% 你达不到标准的刹车片 很快就磨损 或者是直接就损坏了 要好比说你这个手机屏幕坏了 你在外面小店去换一下 有可能就换到正版的一模一样 师傅好 电凉性 但也有可能直接就是块假玻璃 或者说是山寨劣质产品 反而让你后面 玻璃是很清晰的 屏幕是OK的 我这个触摸按上去 它怎么不灵了 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有可能会来 那用这样的配件 再加上车子修理之后性能变差 那有时候会感觉车子越修 反而是越容易换 那最后 车子发生故障的概率 它本身就是和时间是有关系的 还是刚才山东大学的论文 《汽车关键部件故障的相关性分析》 上面有讲到 那车子在投入使用之后 故障率会随时间变化的 大致会分成三个阶段的 早期故障期 偶然故障期 和耗损故障期 那处于偶然故障期阶段 那这个车子故障率很低的 就算偶尔出点问题 修航们就好了 那时间长起来了 车子这么老起来了 对不对 车子会进入耗损故障期 这个阶段 车子的故障率是明显上升的 一些零部件出现故障的时候 往往也就意味着这个车子 其他的相关部件也是差不多了 那我就打个比方方便理解 你这个车子 前面在那边雨刮片在刮 你突然发现 左边的这个雨刮 好像刮得不太干净了 有点拉丝了或者怎么样了 右边这根也差不多是要换了 这就有点像你什么 你上学的时候那些同学 年纪也都是差不多 那毕业了也是差不多 都要工作了 对不对 你工作了 他不工作 你再读说 他马上就去工作了 有可能相差两三年 不会相差五年十年 那有时候虽然两个故障之间 他没有直接的联系 但是由于频繁的修车 也会给人一种 东墙修好了西墙又坏的这种 车子越修越坏的这种错觉的 所以总的来讲 车子越修越坏 还真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就算是真的坏掉了 尽量找家靠谱的修理店 会比较好一些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